牌照挡一下 这台就是你的水泥灰不是我的水泥灰这台车 车主要的就是这个颜色 结果因为沟通的问题给它贴了个水泥灰 其实它认为这个是赛电叫这个叫水泥灰 我们贴膜的认为那个叫水泥灰 所以说给客户换了一次 现在整体的效果就这样 非常的帅 这就是客户想要的 但是它在我们改式模里叫雅辉 可以侧面整个看一下 我觉得还是非常帅的 除了这张翻绿色的模 对 昨天本来要给它开回浴环去的 结果一上车发现它那个座椅很脏 我问客户这个座椅太脏了 要不要洗一下 现在就是已经洗完了一个效果 非常的干净 看起来就非常的舒服了 昨天那个脏的来 包括一些缝隙 这座椅的缝隙 然后后排座椅的那个里面 我们全部是给它 这种地方全部给它清洗干净 就很多死角 像这台车里面我们发现有一些小孩子吃了零食的那种碎 像那天洗的那台车一样 车里面都有那种小爬虫一样 看起来就发毛 那台车在那里 客户来了 那天那台车里面就有一个小虫子 客户说 那天可能是因为车窗没关 然后晚上的虫子爬进去 内饰清洗这块还是大面的这种洗 其实都是差不多 就是看谁细节在意一些 对更在意一些 然后昨天我发内饰脏的这一块给客户看的时候 客户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说我这个座椅是通风座椅 你洗内饰会不会把我洗坏 我差点就回答 我是通着风给你洗 然后这里跟大家讲一下 就我们这个手套有点脏 我们洗内饰是用这碗也洗 就是专用的内饰清洗的一个手套 然后搭配这里面是液体 可以看到 现在是液体 但出来看一下 它是个泡沫 它是个泡沫 所以说它不会流到里面去 所以说这一点就不用担心 但是我不知道其他店是怎么洗的 也有人直接用那种喷壶直接水喷上来 如果喷得多的话 真有可能会影响到通风座椅 但是这里跟大家普及一下 我们是这样去清洗 这样去清洗 不会影响到你通风座椅 这个问题就把我问住了 特地借这个视频跟大家讲一下 然后现在整车外观颜色改好了 然后内饰全部的实角洗干净了 然后皮革我们做了一个史维克斯的乳液 作为一个护理 现在基本上是一个吸收完的状态 刚打上去有点油油的 现在吸收完了 过一段时间就需要对皮革进行一个养护 因为它的油脂会流失 油脂会流失 特别夏天到了 太阳暴晒温度非常高 油脂就更容易流失了 就跟我们女孩子做防晒 做护肤一样的道理 我建议大家夏天到了都去做一个深度的清洗清洁 皮革做个养护 然后内饰的一个空间 气味给它有些异味给它除一下 这期视频就是跟大家分享我们亏钱的G63 明天给它开回一款去 磨的亏钱了 把它从内饰上赚点辛苦钱回来 我们下次见 拜拜